把证据给我 雷叔 你不能给他 这种人就该做建议 我们放心 妈 为了蓝星肚子里的孩子 为了爸爸 还有奶奶 这是我最后一次相信他 你不能相信他 希望你信守成诺 雷叔你不能给他 给你 你 你怎么能把所有人都害你呢 妈 我不想让佳佳 今后知道他爸爸是个罪犯 是孩子给了他机会 我们走 走啊 快走 雷叔啊 他万一不肯走走吧 必须走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这个人 他害了这么多人 他还害得我在邓家做保姆 妈 这些事你都想起来了 有些事情我早就想起来了 我不是觉得你不应该这么轻饶他 你把资料丢到了海里边 你再想搜集他的证据就难了 那 难为您了 这些事 就当是我为佳佳 还有蓝芯的孩子做点事情吧 可他不守承诺怎么办 他又来害我们 应该怎么办 他是佳佳的爸爸 应该不至于喊独到这个底部 那 他就在团队有什么 他就在团队和人家 应该怎么办 我能胡说 只是有人在团队 有什么 我下次再过 那些资料是有备份的 你那份是复制的 你还有备份 是 半个月之内 带着蓝芯马上离开 为了蓝芯的孩子 这是我想到最好的解决办法 你的机会是孩子给的 希望你能珍惜 真臭的 好了 这周呢和摄影家一起去旅行 到此结束 大家下周再见 拜拜 停 今天节目就录到这里吧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啊 谢谢 辛苦了 辛苦了 好 表演现在非常不错 没想到超乎我的意料之外 真的非常好 非常好 辛苦了 辛苦了 咱们在下一期节目之前 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状态 这一期节目你肯定是No.1 好的 谢谢导演 谢谢导演 然后回头再聊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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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喂 蓝芯啊 好好好 那我一会儿过去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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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相诚哥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你今天怎么穿得这么特别啊 特别吗 嗯 最近啊 在电视台录节目 节目的名字就叫 跟摄影师一起去旅游 我今天第一天了 真的 那找一个机会 一定帮你好好庆祝一下 那就谢谢了啊 看到相诚哥你现在这么精神 我真的好开心 你怎么样 最近还好吗 你还说呢 你一个电话都不给我打 也没有人告诉你我的消息 你就一点都不好奇 我是怎么过的吗 嗯 我觉得你应该 过得还好吧 对了 听说 你现在都不在家里住啊 你怎么知道 我听我姑姑说的 既然不结婚了 那干嘛不回家住啊 和阿姨因为你的事都担心坏了 我妈的脾气你也是知道的 一天到晚唠叨我 我自己住挺好的 很自由 真希望相诚哥 你能永远幸福 要是想结婚的话 那还是趁早一点吧 正好林叔姐呢 现在也没什么事 你们干嘛还拖着啊 林叔姐还升职了呢 现在应该是可以 稳定下来的时候啊 那就谢谢你的祝福 我们俩现在 现在还没有准备好 等我们准备好了 我再次向他求婚 嗯 别说我了 说说你吧 听说你怀孕了 老婆怎么样 一切都很好 那就好好照顾你的身体 然后 给你的老公好一点 嗯 妈 别害怕了 这样暂时 应该不敢干什么坏事了 也好好睡觉 嗯 你也早点回去休息 嗯 妈 爸和蓝星 知不知道 你还记得奶奶拿你当保姆的事 他们不知道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打算继续装下去呗 你说 奶奶要是知道 我还记得 她又拿我当保姆 又把我赶出家 她得有多愧疚啊 到时候你家人在一起 也挺尴尬的 也是 不说更好 爸 怎么了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这么早就换了衣服 要睡觉了 没有老公 我今天就是逛街逛累了 是吗 爸 你回来了 那我先走了 好好好 那你路上小心啊 嗯 好 妈早点睡啊 还好吧 还好吧 没事 你就想这么一直威胁着我是吗 我威胁你 你拿我的话当成威胁 你要是真的替孩子着想的话 怎么会以为我威胁你的 你拿着那些资料 你不是威胁我 你想干什么呀 你要是不遵守承诺 那我们怎么办 你非要这么逼我吗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林书姐过来了 嗯 老公 你也回来了 啊 我刚下班 你们聊吧 林书姐 有时间的话 一块吃个饭吧 好 好 那我先走了 他们两个人怎么了 怎么都有点怪怪的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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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嘉嘉 我不想让蓝星的孩子也没有爸爸 不想他跟你一样 林叔 如果我愿意过平平淡淡的日子 我就不会和你结婚 也不会和你离婚 更不会和邓岚欣再结婚 你想摧毁我的梦想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半个月 我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无论如何 我不会让你得逞 林叔 家家就是你的软肋 到底想怎么样啊 自己好好想想吧 林叔姐说 让张阳好好想想 是让张阳想什么的 呢 写 Bau 写iot 写爸爸 Enjoy 写сте 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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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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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怀着身子 你 要小心的 不用了妈不用了 可能天有点闷 我这老毛病了 喝一瓶蒸鸡水就好了 那 那我给你买钱 好 行行 那你坐会儿啊 我这就回来 好那你慢点啊 好好好 钱也忘了 你先坐坐啊 妈你慢点 就到了 咱们 骨頭 林佳佳 佳佳不是林叔的孩子吗 佳佳是林叔跟张扬那孩子 那林叔跟张扬 林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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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爱怀了她的孩子 邓兰昕 你就是个傻子 你就是个傻子 林佳佳今年五岁 那张扬在认识我之前 就跟林叔在一起 林叔还跟我说她离过婚 我还很同情她 林叔你真厉害 你自己的前夫 变成了你现在的妹夫 你居然可以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还有李琪 亏我还把你当作我妈 原来你们的关系一直都没有变过 你还是张扬的丈母娘 蒙在鼓里的傻子 就只有我们一家 只有我们一家人 太好笑了 只有我们一家人是傻子 简直太好笑了 我偶尔 不要 这调查报告 是你们关在办公室里写的吧 你以为在澡堂那里写的 别跟我玩文字游戏 你们去现场看过吗 没有 你的要让我卷破开滚蛋了 我哪有功夫去现场看的 这报告我不批 行 让我拿回去重新 我说好了三个月 别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呢 三个月我不走 你就举报我是吗 我说到做到 真狠 你又不怕伤了佳佳 我相信等佳佳长大以后 他会理解我的 佳佳爹都不能理解你 别说佳佳了 这就没了 这就什么都没了呀 你还不知道吧 林自荐是张扬害的 我们家凌晨也是张扬害的 所以你家儿子真的不是什么海归啊 商界奇才啊 精英啊 他呀 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 你请这个私女人 竟胡说八道 不行 我得亲自去问问张扬 问清楚我才安心 走 林自荐 你最好不要把我逼到绝路上 千万不要 张扬 怎么了 有事吗 妈来问你件事 坐 来 张扬 妈跟你说 你老实跟妈说 不管是不是你都别瞒着妈行吗 有有有有 有什么事啊 着急忙慌的 你 林自荐是不是你害死的 你听谁说的 你别管谁跟我说的 你就跟妈说到底是 还是不是啊 你听谁说的妈 听谁谁谁 是李清 李清是吧 妈你觉得李清的话你能信吗 她说的话 林自荐是心脏病死的 医生都那么说 跟我没关系的呀 真的 妈就知道 你干不出来这种事 反正她呢 犯心脏病是跟我有一些关系 但是 她的死跟我没关系 当然了 李清他们要这么认为 我也没办法 因为在场呢 只有我们俩 什么 喂 向晨 林叔啊 还没下班呢 我一会儿做好牛排等你回来吃啊 大家说 特别特别喜欢吃牛排 是不是大家 你还会做牛排啊 我怎么不知道 小菜一碟 不过呢 都是跟林承学的 哦 那我回去跟你一起坐 我待会儿去趟超市 买点菜 好好好 那我们一起去 我带着佳佳去啊 好啊 那我们超市门口见 好 拜拜 吃牛排了 我一 这就完毅 咻咻咻咻咻咻咻 张阳 你妈还是担心 我怕李清和林叔他们去告你去 他们告我什么呀 林慈健又不是我杀的 他是心脏病自己死的 跟我没关系 我最多算个见死不救 这也不犯法 和他们说 说李清出车祸也是你 你 是我什么 他出车祸是他自己不小心 跟我没关系 妈 我怎么跟你说了无数遍 你就 你是不相信我吗 你非要听别人胡说八道 我是你儿子 你信我吗 你信不信 那就完了嘛 妈 我告诉你 我跟你说的这些事 你记住了 不能出去乱说的 更不能让人套出来 明白吗 不然我会很麻烦的 我知道 我会小心的 可是张阳 我还是担心 妈 我告诉你了 李清 林叔拿我没办法了 我没办法 再说了现在 蓝心怀着我的孩子呢 这是我的王牌 没事啊 吃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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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快 小东西 走你 好嘞 向晨哥 蓝心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佳佳 佳佳 佳佳 小义来了 喂 蓝心 我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 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我们改天再见 我们改天再见好不好 我今天想回去陪陪佳佳 什么 佳佳跟你在一起 好 待会儿见 好 走 依叔姐 这边 哎 叫家 妈妈 妈妈 小义请我吃饭 是吗 嗯 向晨叔叔呢 向晨叔叔被我赶跑了 他那个节目经常会播 今天就咱们两姐妹 不带她玩 好啊 不带她玩 对了 林淑姐 我一直都有一个疑问 你当初 为什么会跟向诚哥退婚呢 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了 你那么爱向诚哥 你也很想跟他结婚 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会在 最后的罐头退缩了 是什么原因让你退缩的 阮心 咱们今天挺高兴的 不聊这些好吗 老公 佳佳也在呢 佳佳 想衣服了吗 真乖 林淑姐 张阳正好在附近 所以我就佳佳过来了 你不介意吧 要不你们吃吧 我跟佳佳回去了 来都来了 就坐下来一块吃吧 反正我们都是一家人 对吧 张阳 对啊 坐下吃吧 佳佳 好吃吗 怎么都不说话呀 林淑姐 你们在酒店的时候 也是这样不说话吗 不会啊 都在一起工作 为什么不说话呀 那就奇怪了 怎么反而在这里 就变得沉默了 在公司说的是公事 也没出来担了我 那就由我找一个话题怎么样 林淑姐 我一直都很好奇 你当初是为什么离得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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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听你妈说过 你们家以前很有钱 好像可能比我们家 还要有钱吧 后来家里做生意失败了 然后你的前夫 就迫不及待地 跟你离婚了 是这样吗 兰心 当着小孩子的面 别聊这些好吗 那有什么呀 佳佳也早晚都是要知道 自己爸爸的事情 是不是 佳佳 你是不是也很想知道 自己爸爸的事情 跟孩子说这干吗呀 张佳你说这样的人 是不是特别的贱 妈妈 你们是不是在说 爸爸的事情 你不是说 爸爸已经去了 很远的地方了吗 我们在聊大人的事情 小孩子听不懂 快吃 原来姐就是这么跟佳佳 解释爸爸的事情 这孩子真可怜 摊上了一个 这么不要脸的父亲 正要你说 如果我们家破产了 你也会撇下我 跟孩子不管吗 我希望照顾你和孩子一辈子 如果你愿意的话 这家怎么看起来不太高兴呀 皱着眉头的样子 跟张阳好像啊 是不是张阳 既然不想吃呢 就别吃了 你干吗呀 没什么 我去一下洗手间 门门暗了 我怎么觉得他好像知道我们以前的事了 你们之前说什么了 我还想问你呢 他到底怎么了 你吃吧 我们回去了 你们现在走 他不更怀疑了 你坐下 给你 再开 我 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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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 快点 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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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啊 这往哪儿开啊 怎么了 你今天不对劲呢 到底怎么回事啊 要把林叔跟他儿子弄过来一块儿吃饭 多尴尬啊 尴尬 跟自己的前妻一起吃饭 你会觉得尴尬吗